台湾最美双胞胎长大后,便各位还记得他们吗? 被称为最美双胞胎的中国,台湾双胞胎姐妹花,她们现在长成大姑娘了。 2003年,中国台湾一对双胞胎,Sunday、姐姐和Mandy妹妹,她们的搞笑视频在网络上流传,让小姐妹成为年龄,最小的网络小红人风靡网络,令许多网友大呼可爱。 现在,14年过去了,小姐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,许多粉丝看了她们最新的照片表示,小,时候纯真可爱,长大了更漂亮。 中国台湾双胞胎姐妹长大了,长大后的她们更漂亮了。 周星驰和吴京都是我的偶像,两个对电影异常真诚的人。 每个时代,都有每个偶像的出现,周星驰亦如是,吴京亦如是。 吴京就是这个时代军人的缩影。 这许多因素归结在一起,才有吴京的航空出世,因为,吴京已经站在了中国电影《精华》的肩膀上。 王浩信李嘉新闻道上传无限曲,即采财过节昨晚,12日,开始播出第二季,客串的朱千雪终于登场,饰演王浩信前度女友的千雪碧碧。 虽然同网浩信同一间餐厅食饭,但同场不相见,原来浩信同李嘉新,安理,食饭时,千雪碧碧就同饰演区男友的宅威连格离四撑四脚。 蔡思被饰演的天姐,上桌浩信屋起帮她增加日用品,听到她同嘉新,入屋后即刻腻在床下底。 浩信出山后,安理就主动,现吻,二人举刀上床,思被逆床下底见到那幕,搞得严嘴痛哭呀。 此外,还为脸向朱千雪求婚,朱千雪都答应,但竟然之后被她重遇王浩信,浩信重化二人冒建十二年,拦住千雪叫曲无好走邓赵尊,同时拥有三位女友闲, 做妻人之福,没自由不享受邓赵尊最近付出目前,对邓家被指钢业三亿成功出售父亲邓永祥, 喜马施增的储留香酒楼物业,他说套现后用来还贷款,至于父亲的遗产,现金全放在他们四兄妹共用的户口, 他自言没用这笔阿公钱,因为他有做投资,花费又不大,花大钱的都是身边人,他负责找寿而已,就连开蜡跑贷名表,都是细老邓赵荣买给他一起用。 至于家世,特别,他们四兄妹跟母亲的家世,不时闹出新闻,赵尊承认他们是爱生世家庭。 对于同时拥有三位女友,被封现代为小宝,她则为只有极少的自由库并不享受,并直言不会结婚生宰,关芝林放下女神形象。 示范房狼鼠 54岁的东林女神关芝林首都参演的内地真人遭我们来了引来不俗回想,芝芝在且放下优雅的形象,玩游戏时毫不牺牲,于刚播映的新一集里,还亲身示范房狼鼠,将男演员狠狠摔落地。 而助言有数的芝芝,在节目中美丽的脸蛋完全不逊,与台湾女神陈颜希。 关芝林自从2006年拍完电影《做头后变西影》,闲时只出席品牌活动,芝芝近日竟极自动。 终以天价四千万元酬劳,演出内地真人遭我们来了第二季。 在前晚播出的第二集节目中,只见芝芝跟宋倩、陈颜希、汪涵及吴秀波等,一起到了中国国家女子柔道乐训练场地,更会安排跟国家女子柔道代表队切瘋一番。 芝芝一出场击败了乌龙,当大家换好柔道服时,她却发现自己的柔道服竟然穿错了。 其后芝芝主动向奥运金牌得主杨秀丽,倾驾防蓝术,此时两队队长汪涵与吴秀波表示下帮。 忙是范,最后芝芝来一招过肩,摔把汪涵成功摔落地,芝芝还随即展示出满足的笑容。 其后芝芝又换上米芝连式的柔道服,大玩障碍赛游戏,尽管被敌队的队员不停拉扯,她也表现淡定,更成功赢得一分。 此外,节目尾声安排了一众女嘉宾换上晚装,鱼长长行Catbook,穿上淡雅黑白相见长裙的芝芝展示雍容华贵的一面,女神的气血咽压全场。 芝芝更全眉架子,亲自指导及示范猫步。 娇柔道队的王楠航Catbook之窍门,令王楠大为感激。 面对这位东林美女,汪涵与吴秀波也经不住赞叹,这个女人的一生就是个奇迹。 芝芝经自首度参养真人骚,却完全没有怯场,还跟一众女生打成一片,跟着大家称她为阿关。 芝芝昨日溢于微博分享多张相片,当中有跟台湾女神陈妍希的合照,仲然芝芝年纪54岁,但她著言无数,眉毛跟陈妍希不相伯仲。 另外,芝芝早前接受内地媒体访问,谈到决定参加真人骚的心路历程,她坦言事前要做足功课, 眼见不少艺人参与这节目玩得很开心,自己也放心参与,更笑颜可以顺道为自己的品牌做宣传,及认识新朋友。 芝芝又直言不担心玩真人骚游戏会影响形象,反而怕跟后备加不来。 芝芝在访问中,表示如今很享受当老板,反而对演戏兴趣不大,这又跟自己的性格不无关系。 她为,其实我不明白怎样演戏,而且我很怕丑,但做这行需要带粗粗,所以我其实不适合这一行。 邓赵尊同时拥有三位女友贤做妻人之福,没自由不享受。 邓赵尊最近付出目前,对邓家被指钢业三亿成功出售父亲邓永祥, 喜马施增的储留乡酒楼物业,她说套现后用来还贷款。 至于父亲的遗产,现金全放在他们四兄妹共用的户口,她自言没用这笔阿公钱,因为她有所投资,花费又不大,花大钱的都是身边人,她负责找寿而已,就连开蜡跑贷名表,都是细老邓赵荣买给她一起用。 至于家世,特别,她们四兄妹跟母亲的家世,不时闹出新闻,赵尊承认她们是爱生世家庭。 对于同时拥有三位女友,被封现代为小宝,她则为只有极少的自由库并不享受,并直言不会结婚生仔。